然后说一下本课程要讲什么 我们要讲的东西的话呢 会涉及到这个 react 会涉及到组件 gsx gsx来讲这里边我们还会涉及一点 webpack的一些东西 然后reduct reactive native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大概讲一点 不会讲特别多 这个来讲呢 也会在各种地方的落地吧 然后还有一个react server 我们有一些东西也会拿出来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些东西会比较简略的介绍 有些东西呢会讲的比较详细 比如像组件啊 像gsx啊 像reduct这些东西就会说的比较详细 甚至包括路由啊等一些东西 这是我们课程大概要介绍的一些内容 OK 然后呢 今天的课程呢 大概agenda上午的课程呢 大概会给大家讲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react是什么 就是react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呢 mv星的模型 什么是mv星的模型 这个在讲view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过 如果看过view的同学 这块内容可以跳 因为不保证每个同学都记 vip的话无所谓 那么你view也 课程也可以看react课程也可以看 但如果说就是比如只买了react课程的话呢 那么这块内容不能没有 没有的话 你不能说 哎我 有一块内容 你去到view里去查一下 react不跟你讲 这个就就有点不地道了 所以来讲呢 是不会这么干 然后的话呢 会说一下开发环境的搭建 因为我们这个是从零开始的一个课程 所以来讲呢 会把开发环境这个事情 大概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 会做一个hello world 一个动手的实验 就是给大家写一个最基础的react的一个代码 让大家能够看到 然后的话呢 最后会介绍一点 JSX语法 JSX语法的话呢 大概会涉及到 整个始终 其实从头到尾 他用的都是JSX 这样说一点 JSX这个语法的这个东西呢 view也可以用 只是view的时候 我没介绍这个东西 没介绍这个东西也很 原因很简单 因为能够多学一个东西 react呢 是特别推荐你去用JSX的 但是view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 所以在view里面呢 我们没有使用这种语法 因为使用这种语法 你要去就是去配置那个bible 就增加很多的复杂性 那么我们通常来讲是从这个入门题的课程呢 是从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进入门槛最最简单 就是说你在没有任何的情况下 就是零档起步 就是能启动 然后你在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是可以启动的 然后不会说给你一个很高的门槛 然后就是你需要会这个会那个 然后你才能学 这个因为来学的同学呢 一般来讲都是希望我在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 就是我只有一台电脑 一台PC 然后是除此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一点一点把东西给你搭建出来 OK 这大概是我们上午的一个agenda 给大家一个介绍吧 OK 然后来看看知识点 我们今天第一个知识点 react是什么 react呢 其实来讲呢 是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JavaScript的框架 也就是说react 有些人有可能会问到说react跟view到底 以及跟angular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跟view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这个课程里边大量的地方 我也会把这两个东西拿起来比较一下 甚至有的同学可能你两个都会 其实你学了一个以后 学另外一个会稍微的容易点 就是你学第一个的时候 可能你需要比如一个月的时间 你学第二个东西的时候 不是学两个的时候 不是需要两个月 就是有些东西类似 你比绕着记忆 就很容易再能学会一个 那在react的来讲呢 他跟view的区别是说 view是整体的一套 一个解决方案 他是全的 view而且有全家桶 react呢 其实来讲他只关注UI 这个他自己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我就是关注UI 关注组件 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渲染出来就完了 底下的东西呢 他其实不是像view那样 有一个全家桶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 你要自己去配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react的过程中 一会儿我们会发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来讲呢 就是他其实来讲是一个比较薄的 他是真正的 我们叫mvc的模式 而view和angular呢 他们其实属于mvvm的一个 更复杂的一个结构模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解释什么叫框架 其实来讲呢 有的人呢 就管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的英文是framework 或者叫instructor 也类似啊 就是framework 然后的话呢 也还有一个词叫lib 或者library lib是酷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什么大到什么东西来讲 叫框架 就是大到什么情况叫酷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来讲 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 我们总觉得说 写到酷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比较 简单一点 简略一点 讲到框架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而且通常来讲 讲到框架的时候 它是有一套世界观的 是有一套方法论的 这个框架是 这个很有b个的一个东西 酷的话呢 就是把一大堆 你反正经常会附用到的 一堆API给你凑一块 凑一块以后呢 然后拿这个东西来 让你能用 每次能钓用 就OK了 所以来讲 这就是我们认为 酷和框架的一个区别 大概是一个感觉 就是你觉得酷会小一点 然后框架会大一点 仅此而已 你并没有会觉得说 它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就是有了什么东西以后 它就要做框架 所以那么底下 这就是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框架 其实框架来讲 但是它跟酷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至少它是被可复用的代码 就是有一些代码 你不需要重复造轮子 就别人已经做好了 你直接拿过来 就可以用 那么这个其实是 它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而且呢 react这个东西呢 是用的人多了 出名了 它就厉害了 这个点都不一样 所以来讲呢 就是一定是使用的人的多少 这个底下有一点啊 就是很多人 有时候会问啊 就是什么叫做好的框架 或者说 我们别说好吧 因为好这个词 定义 很难 你说什么叫好 这个其实不同人的定义不一样 我们会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的一个判断 会经常引来争吵 或者争执 而且这种争执无意义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句话 叫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对吧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听到这句话 叫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这是程序员经常说的一个梗 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很多人会会拿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呢 因为如果你讨论别的 比如说php是不是最快的语言 php是不是开发效率最高的语言 或者说你说php 它是不是能支持现成词的语言 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 能讨论的 就是能争执的点 因为它能就是能 不能就是不能 甚至比如说你说效率这个事情 你可能说哪方面的效率 可能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模糊的东西继续具体化 比如说我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边 好 我拿php实现一遍 然后我再拿其他的 比如购语言实现一遍 或者扎语言实现一遍 然后你拿那个半尺 同样的机器 一跑半尺 半尺骂 你马上就知道 它到底是快和慢 所以像这种有确定的 就是说能拿东西去试一下 最后出来以后会有确定结果的东西 它通常不会引起政治 但是像这个什么叫好 你怎么定义好 这事情其实本身就是不精确的 一个不精确的东西 你还愿意在里边去讨论这个东西 这叫脑子有病 你知道吗 这说句实道 这个得治人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一个理性的程序员 压根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好 所谓的好意 就是它不是个客观的东西 那么第二 就是我们所谓第一种 就是说你引起的争执 它第一个就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客观的 可以精确描述的客观的 并且可重复的 可证伪的东西 是不是 很多时候不是 那么第二个东西就出来了 就是说你 你如果不可证伪的话 其实它有的时候表明的是一种偏好 什么叫偏好呢 就是老子喜欢 我喜欢 我愿意 我乐意 那这个就不 这个就 这是个人的一个事情了 就是说 你喜欢就喜欢PSP 哪怕PSP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或者说 其实每一种语言都会有它的问题 没有一种语言 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比其他语言好 那其他的语言早就被淘汰了 那这个语言就胜出了 就是因为多种语言存在 本来就是每一种语言 在不同的场景下 它会有它好的和差的地方 然后呢 程序员会因此产生偏好 其实偏好是由人产生的 那么我们会说 这个偏好的东西 是我们尊重偏好 就是你说 我就喜欢这种PSP 这个OK 就甚至来讲 有些人说 我就喜欢这种C++ 这事是OK的一样 就是你讲偏好这事 那我们就闭嘴 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事情本身 你这个客观的东西 要能够很仔细的把它量化出来 那么好 对于框架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对于框架 底下的问题就出来了 什么叫一个好的框架 那么其实这个好的 我在这说过好以后 那我大家就第一反应 这个词其实是不精确的 那我们应该去怎么讨论一个框架呢 或者说评价一个框架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用它是否价值 来讨论 当然价值这个词叫比好 这个词要好一点 理解吧 就至少它更精确了一点 那么底下我们其实要说 这我要抛这个观点 就是其实用的人越多 这个框架就越有价值 有些人说 说你这个 这不对 应该是技术性越高 一定有 我跟你讲 我这现在是在 万门类讲课 我要在抖音上这么说 一定一堆喷子 啪就开始回 我告诉你 一定是这样 我现在遇到这种人 我就基本就不回 我就不理他 就是 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 你想一下 一个东西 它的价值有什么体现 是对别人对它的认可度 对吧 你想想是不是 认可度越高的东西 它的价值就越高 因为价值是什么 就是 你要看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话 它价值会告诉你 价值是什么 价值是什么 是 商品所蕴含的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价值量 这东西反正 你要信也没关系了 这东西反正就 不同观点不一样 其实来讲 我刚才你讲 价值是由交易产生的 就是价 首先价格这个东西 一次的交易 它的比例 你跟另外一个东西交换的比例 这个就叫价格 然后大量的价格的统计规律 就是价值 所以来讲有一点 就是说任何一个框架 如果用的人少 它的价值自然就会低 因为它的交易就会少 那么如果用的人多 那么它自然的价值就会高 因为它更容易被别人接受 所以来讲 那么就是说一个框架 如果人用的多了的话 那么使用它的程序员就会多 基于这个框架开发的差价就会多 那么各个公司面试的时候 面试到这个 公司为什么去用 它为什么用React 它为什么不用Angular 它为什么不用View 你想想为什么 公司难道是很傲娇的吗 就是你去被面试的时候 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公司为什么要用React 它为什么不用View 它为什么不用Angular 它为什么甚至不用JQuery 它为什么要选择React 它一定是说 因为大家都在用 市场上你用React 就是第一个 它效率一定要比原来高 它这个东西要好用 第二个就是说 我能找到对应多的人才 所以其实来讲 这里面体现的一个东西 叫纳师均衡 纳师均衡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用这个东西 所有人的成本最低 任何一个不合群的人 他的成本会升高 纳师均衡的核心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框架的时候 我们要看那些用的 人越多的东西 我们要去用 很多人说 这也不是赶时髦了 不是 任何一个用的多的东西 它本身的成本就会下降 它中边的配套就会发展起来 会使得它的整个成本下降以后 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那么底下来讲 就是对框架来说 我们学习框架 我们这个其实我在告诉你 怎么选择框架 甚至来讲我为什么选择react 我会讲react 我为什么会讲b 我为什么不讲angular 原因就在这 就是因为他用的是第二多的 就是说如果 因为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简历和面试的一个课程 我在那个课程里面 给所有的这个人 在书里简历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是 就是其实他的资质一般 但是来讲 他有过两年半的 用过view和react的经历 那个项目里面用了很多 所以最后就很抢手 他最后想离职的时候 他老板给他涨了好几 三四千块钱的薪水吧 然后想留住他 这就是原因 那其他地方原因要他 就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 就是如果他是学angular 他学这块read的 好 他绝对不会这么抢手 所以我把这个说清楚了 那么和react的齐名 还有哪些呢 一个是view 一个是angular angular呢 我不建议大家学 你把view和react都学会 你就可以 这个在前端这个圈里面 就可以混得很好了 OK